冬火壁炉2020款,WS-300,壁形水暖炉,安装方法,第一步,把壁炉放置合适的位置,用剪刀把打包袋剪开,然后把包装套取下,第二步是从料箱内拿出配件,配件有,钢丝刷一个,清灰爬一个,数据模块一个,防爆阀一个,使用说明书一本,遥控器一个, 电源线一根,合格正一张,产品质保书一张,第三步安装模块,首先把壁炉后面,安装模块位置的两颗螺丝拧下来,然后把壁炉上的网线,插到模块网线卡扣里,最后把插好的模块,用螺丝固定在壁炉上,第四步安装烟管,首先把壁炉推至需要安装烟管的地方,然后测量从壁炉到, 伸出墙外需打孔的距离,烟管直径100毫米,墙孔的直径大约需,105毫米,注意木板墙,或者有保温层之类的易燃墙面,需要填隔热棉,或者延棉等阻燃物质进行阻燃处理,打完孔后取弯管安装到排烟封机口,用力推上注意烟管有大小头, 大头连接排烟封机口,小头朝上,然后再取1米的烟管安装上,再用铝箔胶带缠上保证密封性,根据测量的距离,陆续安装上需要的烟管长度,然后伸出墙外, 第五步连接暖气片或者地暖,安装暖气片或者地暖需要找专业的水暖工进行安装,并需要外接循环水泵,水泵功率建议320瓦以下,此款壁炉的出水管,和回水管的尺寸,是32毫米也就是1寸,排屋口或者可接防爆阀,注意二者只能选1, 如安装防爆阀需要注意,楼层在二层以上不可接,水暖炉,外接暖气片是力图仅供参考,第六步要注意把壁炉后面,网线孔中的室温传感器整理出来,第七步插电源线,壁炉是使用交流220伏,50赫兹电源,注意电源线是三线带接地插头,与标准三线带接地插座匹配, 插电源线要先插壁炉那一端,然后再插插座那一端,然后把循环水泵,插在壁炉电源插孔下面的三线插座上,最后打开炉门检查燃烧室,壁炉在运输过程中会经历颠簸,可能会把燃烧池颠出槽外,需要重新放好, 吸尘器安装方法 首先把吸尘器放到合适位置,看吸尘器纸箱上的箭头,朝上,就是吸尘器正上方,然后拆开包装,取出吸尘器,把吸尘器两边卡扣打开,取下上盖,拿出配件,海帕一个,软管一根,铝管一根,说明书一本, 然后把海帕安装到顶盖下面,海帕上有塑料卡扣,把顶盖倒放,用力压海帕就能装上,然后再把铝管装在软管上,再把软管另一头拧入吸尘器上面的孔里,注意软管的两头是一样的,最后把装好海帕的顶盖,安装上,注意卡扣位置要对应 吸尘器清理方法 把需要清理的吸尘器,放到合适位置,注意清理时候粉尘较多,建议戴上口罩,首先打开吸尘器两边卡扣,取顶盖,然后轻轻敲打海帕周边,把外面粉尘清理一些后,再把海帕取下,继续敲打至所有粉尘脱落,然后把吸尘器桶内粉尘倒掉 最后把清理完的海帕安装到顶盖上,再把安装好的顶盖安装到桶上,注意两边卡扣对应 注意用吸尘器清理壁炉时候,一定要没有火星情况下清理,还怕要防水,防火 all morning morning according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